反贪委员会昨天在社交网站发布一段短片 描述没有病痛的民众贿赂医生换取三天的病假单 这段视频发布之后引起了国内医生的强烈不满 医药协会主席顾家财批评短片内容 侮辱医学界的神圣形象要求反贪会马上撤下短片 顾家财今天发文告表示在疫情爆发后 医护人员冒着染疫的风险在前线为人民俯过 近来的大水灾中不少医护也沦为受灾祸 但是他们也是先到灾区救人 反贪会却以诊所受贵作为宣传反贪资讯的题材 有关影片已经深深冒犯了全马的医生 因此当局应该立刻撤下短片并公开道歉 顾家财也指出从网友对短片的留言中不难看见 反贪会本身的信誉问题也有待解决 因此要表示当局在制作短片的时候 应该先清理自家后院 对了 我需要在截检片的时候可以吗 如果要在截检片的时候 谢谢大家